词曲 杨文 match 词曲 杨文 show 词曲 杨文 李宗 chats 将我取留下 让知觉进化 没预见 的坚决不容催垮 精确的算法 隐形的盔甲 准备好的战车即可出发 目标原本就看不见 崭新的梦如何实现 从归天到终点 地平线有多远 一路过关赞强多新鲜 重复层层的包围圈 回来再拨一剑 一幕幕实现 一梦为马 世界的复杂 简单的心去对答 一步一步冲发 地球只向天涯 终有一天会到哪 遥远的路 感动着 插上每一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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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海風太涼了 我送你回去吧 這麼敏感的時候 咱倆還是分開走了 別玩火了 我先走了 衣服改天我再還你 謝謝 你不可以 交给你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 好 围棋民宿段办决赛决赛 要在苏州举行 你去 全程跟白盛景初 宋洁 你能不能换个人 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好好工作 你转正的事情 已经测试流程了 你要加油啊 别让我失望 更不能让你姐失望 知道吧 那谁 那谁 把那个苏州比赛的情况 给她同步一下啊 知道 总监 对 我有个好的建议 什么 走 去你办公室试 她怎么突然那么积极了 肯定没好事 喂 齐助理 你好 我是松果视频的成了 你什么事 我们公司总监 想让我跟拍一下 这次苏州的比赛 麻烦你 跟盛先生说一声 让我谈您儿呗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 盛先生 这次去苏州 那个叫成了的女孩 想要跟拍你 她咋还好意思 和我们打电话呢 多跟她见面 三天一见 一天三次 现在绯闻都闹成这么大了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我看的就是故意的 我现在就回来她玩 小琪 这次苏州你不用去了 我 吃看 你 咇 咇 咇 他在每一次对异之前呢 他都要必须仔细翻看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他收好了 不是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呀 你先拿着 我跟你说 我老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他们马上就快升了 刚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要赶到他的床前 握着他的手 让我给他力量和勇气的 再说我也要第一时间 看看我的宝贝孩子不是吗 不是 记住了 你明明可以提前跟别人说 帮你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真的找不到人了 程了小姐姐 你就帮帮忙吧 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我怕我照顾不过来啊 那我只能和盛先生说 不让你去跟拍了 我 我去 我去 这么现实的吗 现实 是不是我要不去做助理 我就没办法去跟拍 对 好吧 我去 盛先生 我用了很卑鄙的手段 我让他搭晓 我让他搭晓 孙先生 我严肃认真地建议你一下 管一下你们家助理小琪 他 这简直就 算了 等一会儿有机会我再跟你说 累了吧 吃糖 手机 对吧 打黑微信 我不是故意要拉黑你的 答应我 以后不要拉黑我 你 为了乘客的方便 本次航班提供WiFi 有需要的乘客 在开启飞行模式后 带飞机飞到稳定上空时 自行连接WiFi 空调请不要直接对着盛先生吹 容易感冒 这样的角度合适吗 可以 好 开着空调室 开着空调室 请给盛先生盖一条毯子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没事 你放着我来就行 我来 盛先生喝水是温水 最好是四十五度左右 你好 女士 请问这边有什么需要 你好 能给我一杯四十五度左右的温水吗 您稍等 谢谢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不用挺小气的 没关系 只要你 我 穿着 我什么温水呢 你好 比赛期间你要帮他泡茶 免得他烫到手 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家盛先生 是熊猫吗 不是国宝 但盛似国宝啊 盛景初 孤儿 因为从小表现出的惊人天赋 而被围棋大师谢寒舟 带在身边学习围棋 由于六岁那年 遭遇车祸 从此眼睛失去色彩 据传 十八岁后 突然离开九州道场 独立在外 疑似于谢寒舟决裂 甚至连微博都没有互相关注 这么一世独立的人 一定很孤独吧 盛景初 围棋世界里 孤身前行的孩子 本站客机将于十五分钟后到达 请您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调直座椅靠位 从现在开始到飞机到达之前 请关闭所有电子物品 谢谢 我的天哪 我怎么睡着了 还靠人家肩膀 大神的肩膀 是你随便能靠的吗 幸亏没流口水 对不起 对不起 来吧 师兄 师嫂请上车 师兄 你叫我什么 我叫他师兄 当时叫你师嫂了 我就是来跟拍的 我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盛先生你管管他呀 上车 上车 坐里面 师嫂 你坐那可是宝座哦 什么宝座 保安清代化好 喂 薛迟哥 薛连 这几天太忙了 没来得及回复你微信 你喜欢的那家甜品店 又出了几碗新蛋糕 你挑一下 正好赶上下午茶 我已经在苏州了 那直接给你送到苏州去呢 真不用麻烦了 你等我回去吃 你找我有事吗 没什么事 你好好工作 回来的时候双倍降低 拜拜 小雨之音 看来你这是有情敌啊 你的小名是叫知疗啊 我 我原名叫程知疗 据说是出生那天 知疗生叫得挺大的 夏天生的 去月二十一 走吧 我在那边 走吧 我在那边 走吧 我在那边 小景师兄 有没有想我呀 你怎么来了 我来 当然是有我的目的的 小岚 小景师兄累一天了 你别烦他 走走走 跟我进去 跟我进去 小景师兄 你到底有没有想我呀 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 师兄 师兄 我先带你进去登记吧 走走走走 等一下 我介绍一下 不用 小岚她话那么多 她自己就聊了 快走快走快走 等一下 你好 我是丁岚 你好 我家程 你就是那个 害我小景师兄比赛迟到 还闹出绯闻的 那个小编导吧 你这次又打算 给我师兄惹什么乱啊 上次确实是我不对 这次我保证 我绝对绝对 绝对不影响他比赛 你要是真不想影响他比赛 你就不应该来 我这次来 不仅得拍摄 我还得给他当初 小琪呢 小琪呢 我先去登记了 等一下 我还没问清楚呢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轻易地混过去 我小景师兄单纯 好骗 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妹妹 我到底哪儿招你了呀 她以前从来不接受 别人的专访 更别说什么贴身跟拍了 为什么唯多就答应你了 说 你是不是欺骗她感情了 就我这智商 我还能欺骗她 她是个恋爱小白 谁不是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她好 你就别在我身上浪费力气了 你去看看那些偷拍的人 看到了没有 我要去做小丫鬟了 知道有一天你就知道 我现在到底有多命苦 其实爸 我也不生你气 你人也不换 长得还挺可爱的 你不也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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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所以你很可乐 是要来黑我吗 你说这刘阿姨 让我来跟拍 结果她又来偷拍 这到底是做新闻的 还是炒绯闻的呀 天真了吧 小朋友才做选择 老阿姨什么都要 咱俩快点商量一下 拍摄计划 怎么样才能把你 跟盛景初拍得更甜蜜 我得赶快把你炒红 等你当了网红粉丝破千万 我好考虑你实现 才不自由 停 停 停 什么红不红 什么甜蜜不甜蜜的呀 我怎么不喜欢呢 骗鬼呢 你是鬼 我骗你干吗呀 那有人会不喜欢盛景初的呀 你瞎吗 我有喜欢的人了 有喜欢的人也不妨 你有喜欢的人了 喜欢谁呀 我有一个哥哥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小娘 那情况可就严重了呀 刘阿姨是打定主意 朝你跟盛景初的费率 而且打算把你打造成 松果视频的热点话题 更重要的是 张丽莎来了 盛先生 您的晚餐 好 非常好 我来自拍摄 晚上 现在 你 是 你要怎么还 来自拍摄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机场 沈先生 你在吗 那个 不好意思 mph良 过来一起吃饭 服务员刚把餐送到 服务员 他不是服务员吗 沈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叫丽瑟 是松果视频的主播 刚刚呢 是我跟程了商量好 给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吧 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约的是你 又不是她 刚才那个人说 之后的专访让我配合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以后她来采访你 我去采访曹熹和 她采访我 你采访熹和 我都约了明天曹熹和的时间了 我喜欢 两个 两个 大的 你看 我约的是曹熙和 你怎么来了 熙和有事 计划有病 什么计划 远离那个LISA的计划 可真是公司的安排啊 我接受的不是松果视频 是你的个人专访 换成任何人都不行 谢谢 可为什么是我呀 因为你 真成 谢谢 我只接受你 换其他人去采访曦熙和 我看资料上说 蒋老和谢老都有一收你为图 而且蒋老还说 他是和谢老一起发现了你 结果你却白谢老为事 是这样吗 对 我是同时遇到师父和蒋老的 当时师父想收我 但又不能先说 怕被蒋老先下手 还使了一个小手段 什么手段 当时有一个交流会 本来是要师父参加的 结果师父装病 让蒋老替他去 等蒋老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败在九州门下了 那蒋老不被气死了 也不会真生气 蒋老和师父 吵了几十年 也好了几十年 他们是最好的 还没人破了啊 其实啊 我也能解开 就是要点时间 不思缘解一次啊 解开了赔一百 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开 绝不思缘的呀 你说今天能不能碰到个高手啊 我不知道啊 不是啊 试一下 我哪会啊 我帮你 我看过新闻上说这种残剧 都是历史上的名剧 就真挑你没脑子的才能 没脑子 行吗 两个人一起下也是可以的 只要解开了就赔钱 那我们两个一起 太丢人了 小景师兄为了哄他开心 已经开始自降身段来 你也接边大爷了 你要是能开心 我也能去虐大爷 不要脸 那我随便下楼 两人一起瞎见 这个小姑娘明显不会啊 能不能行啊 小孩子嘛 就让他们试试 这不是惨剧 是死活体 死活体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说的死活体吗 这就是你说的死活体吗 死活体 是提高棋力的一种训练方式 对于学棋的人来说 练习死活体 可以锻炼计算能力 还可以提高 对骑行的敏锐度 对于攻杀很有帮助 但落死时 要时刻保持小心 否则 亲客之间 就会把盘接输 比如 那个地方 就绝对不能忘记 那个地方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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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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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请我们俩不要理 怎么走了 站住 是他这农民 好快跑吧 是他这农民 出事了 走走走走 你慢点 晏晓 你带的什么路 人呢 刚还在这儿 丽莎姐 他们在那儿 弄着干吗 追呀 还在这个地方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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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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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追不上來了 我跟妳說 妳都得謝謝我 妳知道嗎 你还笑 你都差点挨打了 明天的新闻投桥就是 著名棋手盛景初 与公园老大爷下棋 被老大爷打伤了 遗憾挂彩 无缘民宿战决赛 你怎么还笑啊 其实 老大爷没想打人 他只是看我解得太快了 有点吃惊 一不小心把棋盘打烦了 那几个人呢 他们说的是苏州话 你听得懂啊 他们在找厕所 你好 女士 丁的意料 好 谢谢 您好 我要一个这个 黑糖博霸珍珠奶茶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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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商 请问喝什么 哦 远远俊 谢谢 我最喜欢喝烧仙草了 好喝 这么好喝吗 但其实嘛 它烧仙草的味道呢 也说不上是多好 但是就是口感挺特别的 就像有些人第一次喝凉茶 怎么是这个味道 但是喝久了呢 反而会喜欢它那种 焦苦的中草药味 你对这些吃喝很在行啊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在奶茶店打工 其实我最喜欢的 还是他们家的蛋糕 既然你这么喜欢 为什么要换个工作呀 我爸跟我姐觉得 打零工没前途呗 就让我去送过视频 做编导喽 他们怎么跑那么快呀 一招点功夫就没了 刚好还看见他了 在那边 我刚看 慢着 慢着 快快快 快给我拍 边呢 你偷拍快走 拍到没啊 没有啊 真没有 追啊 走 慢點兒 慢點兒 我累死了 人哪 我們跑得也太快了吧 是都學過林波微步嗎 我的天啊 累死我了 麗塞姐 你得健健身了 要不是等你 我們就拍到 誰讓你們等我了 你們就應該 直接衝上去的 你 幹什麼 我認識他 你是那個叫 麗莎對吧 是你吧 你 你好 偷拍了嗎 誰說的 我跟了你們一上午了 誰讓你們 偷拍我小景師兄的 誰讓你們這些 無良媒體偷拍的 誰偷拍了 我們呢 就是來著曉曉風 你可別亂說話 不承認 是吧 那這樣吧 咱們叫 檢查過了平民禮 好不好 來 拿手機 拍他 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知名網絡女主播 偷拍別人的樣子 拍 你別亂拍 對 你不能走 曹熹和八段 丁蘭四段 幸會 你認識我嗎 稍等啊 踢瞒四段 二十一歲 幼年失從謝罕周大師 中國棋壇年輕一輩 女棋手中的佼佼者 因為年輕漂亮又棋力高強 身受大眾和同輩 棋手們的喜愛 曹熹和八段 二十五歲 失從謝罕周大師 棋力不凡 酷愛打麻將 被譽為是九州道場裡 最不著調的職業棋手 不是你把話說清楚 谁不找调 怎么就不找调了 资料上写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问你啊 谁让你们来派我 小景师兄的 公司领导 什么公司 松果视频 松果视频 你跟程了有什么关系 好姐妹 你们认识程了啊 早说嘛 我们是好闺蜜 我说什么来着 程了跟他们 就是一伙的 程了 你给我等着 我之前看资料 说你在搬到边海之前 一直都是住在 杭州运河边上的 小时候 经常会听到船鸣声 如果是打鱼的 船头还会站一个年轻人 身材精壮 皮肤又黑 这么久的事你都记得 可惜 都是些零散的记忆 我还记得 家里煮的鱼羹的味道 用虾头熬出高汤 鱼微微有点酸 是送早鱼羹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之前在菜谱上 看到过这道菜 马上到饭点了 我带你去重温一下记忆吧 走 你在喊什么呢 你脸上有个饭粒 骗你的 你脸上真有一个饭粒 骗你的 网上都说你不苟言笑呢 全是骗人 对 不好意思 送早鱼羹卖完了 要不你再换个别的菜 那就换成西湖牛肉羹吧 好嘞 谢谢 请问你是盛景初吗 你好 怎么了 我喜欢下棋 你能给我写一句鼓励的话吗 好啊 谢谢 谢谢 你怎么就写这么几个字啊 你不应该写什么 若人生如对异 我不愿执黑白二子 只愿诚意齐平 笑看人生百态 风云纵横 或者是那个啊 清茶品尽人生五味 黑白堪透前生 你在说什么 这不是你说的话吗 你那本盛景初的 《七遇人生》里面的 这不是我说的 我也没有出货书 不是你说的话呀 亏我还辛辛苦苦 整理了你那么多余路呢 所以说啊 该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得接受 该澄清就得澄清 你说得有道理 今天晚上 我就发微博澄清 澄清什么呀 澄清 你不是我的绯闻女友 你为什么老让我坐这儿啊 小姑娘 你坐那个位置呀 是我们全车 最安全的地方 你想 一有紧急情况 我一打方向 副驾驶位置啊 那是最危险的 原来这就是 曹熙和说的宝座 现在呀 很少有男生 这么懂得照顾女生 小姑娘好福气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就全都招了 那可不 我这都被堵成那样 跑也跑不掉 我能前一身 还推不错了 去 定了他 对我本身具有猜疑 你还这么搞 能误会更深了呀 别担心 那盛景初不是说了 马上就澄清了吗 发微博了吗 好 近日 关于本人的绯闻 并非事实 合照的女性 是前来采访的媒体朋友 并非本人女友 情物谣传 以免造成当事人困扰 谢谢大家关心 这哥们还挺靠谱的 说完算话 好人一生平安啊 你说我要不要给他 回一条呢 那必须要离开往来吧 这样才能显得 你们没有还没关系 也是 可是我回什么呢 本人只是平平无奇小女子 没有什么赏光点 搭配得上大神喜欢 我回完喽 其实你很特别 他回复了 这么快就回复了 吧 风聚来 月儿转过云海 蝴蝶相连还 知了 唤醒下夜的 泄河 黑暗白的 热散的颜色 伸出手去触碰不到的 那些美的 遭遇忘的 因为你又开始舞蹈 你的出现 照亮我的世界 温暖我的眼 叫我看见 生命就像蝴蝶 破绽后才能飞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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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求你已经的火 啊 啊 啊 我要回答你的好 说些字幕导演 增加梅 我擅长我2020年 你身边都有了颜色 就算你疯也不会太酸 是你给我失的力量 这会记忆的围绕 为爱祈祷 你的出现 照亮我的世界 混乱我的预言 叫我看见 生命就像蝴蝶 破坏之后才能飞跃 你的存在 唤醒我的从前 拥抱我的未来 叫我知道 谁都不是孤岛 帮着我 你的奔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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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梦碎的岗 啊 啊 啊 你是我最重要的抱 生命就像这些静音 的奔跑 山河